我們看是有關於國際的部分 我們小英總統 他是透過錄影的方式呈現 他出席參加的是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 那委員我給你請教 小英總統他有講 我們是用一個堅韌跟勇氣 來對應中國威脅 台灣跟裡面相近的國家 我們這樣的夥伴關係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防禦的措施 這個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 連續四年都有邀請小英總統 而與會包括像是前美國的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英國的前首相特拉斯等等 那這一個民主高峰會 它的重要性 以及小英總統的談話 還有我們現在整個世界民主的結盟 一個態勢 你怎麼看 對 其實去年我也有參加 根本哈根民主高峰會 那我大概應該是這幾年來 唯一有受邀在高峰會上面演講的台灣人 你是情心背過去的 對 所以說我在那裡現場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今年是稍微高峰 就是說現場的時候 其實歐洲的各國的政要都會參加 根本哈根民主峰會大概是現在 歐洲裡面最重要的這一個國際會議 跟政治有關的 古年的時候 他除了這個前任的以外 例如說大家也知道說 現任的像是捷克的這個總統 派威爾 還有說像過年的時候 水電的總理也都有去 各國的現任前任去年連歐巴馬也有去 所以不是說好像這個只有單一政黨 有一些人可能會認為是某一種政黨才會參加 然後一定要很反中 現任或前任的這些元首都會去參加 最重要的一個活動 我去年在演講的時候 我也有說 因為大家問我說 我認為這些支持臺灣的力量 要怎麼樣可以更強化 我其實建議說 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都是現場來 我希望有一次我們的總統是親身來 當然這是因為丹麥 他要不要發簽證給我們總統 有很多的顧慮 所以總統連續幾年來 都是用錄影的方式 這是第一 我覺得今年總統 還是不能親自去 我覺得很可惜 但是我要說的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總統在這個裡面 不斷的在強調說 跟這些民主陣營的合作 這幾年下來 為什麼世界各國都會邀請 尤其峰會 即便在舉辦的國家 他不願意發簽證給總統 他也用視訊的方法 每一年都要邀請蔡總統來支持 來演講 我覺得這當然第一 是很重要的是這個總統 臺灣在國際社會裡面的重要性 第二是國際社會也認知到 中國是比俄羅斯還要危險的 那誰對應中國是最有經驗 對大家來說當然是臺灣 最後我要一定要回過來 我們講剛剛前面的 你看郭台銘他說他為什麼特地跑到金門 去弄這個所謂的這個和平協議 有的沒有的 這個一個中國九合共識 要跟中國和談 因為他說他不要讓別人來參與 他不讓這個他說兩岸的事情 這樣不就是白社會嗎 我要講的問題很簡單 這個全世界最重要 在歐洲現在指標性的國際會議 如果每年國民黨黨選 如果讓你當總統 你們會再去參加嗎 你們會再去這個說中國 比俄羅斯還要危險的 這個重要的國際會議嗎 不管是侯友宜 不管是郭台銘還是你們認為說 沒有現在任何要支持我的 我都跟你一刀切八斷 說臺灣好的 我都跟你不要當朋友 我現在只跟中國談 然後所有這些重要的國際會議 我們自動缺席 這個是臺灣好不容易 爭取到的一個國際空間 那個所有重要的現場 國際的政要都在那邊 那侯友宜現在說的 就是說中華民國沒有臺灣 那你到現場他說 臺灣總統的時候你要喊佑嗎 還是你要說不是 我是China的總統 因為對國民黨來說 他說的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所以說人家說臺灣總統 你不能喊佑 你要說我是中國總統 我要講的是 現在這個是國際社會的趨勢 這也是臺灣好不容易 爭取到的一個國際空間 那在這個國際空間裡面 我們要去掌握國際社會 需要我們的這些能量 包括最近不是有那個成品 有這個阿強打來 買一本書 打電話過去 對吧 這個是全世界現在都發現 中國跟俄羅斯 對任何民主社會 都在用這些資訊安全滲透的方式 不管他是怎麼拿到 這一個讀者 他的聯絡方法 這就是臺灣現在在面對的 這是全世界也正在面對的 也希望從臺灣學習到的 我們去出國開這裡的回宣 人家都在問這個問題 我們這二三十年來接受 受到中國的這些滲透 我們怎麼因應 而國際社會現在也正在開始 受到這些滲透的時候 怎麼從臺灣學習到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必須要了解 臺灣問題不是只有臺灣 臺灣問題是區域安全的問題 臺灣問題是國際社會 民主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 如果我們置外於國際社會 沒有人會幫你 而我們就是把朋友全部都推走 自己去面對一個 對我們最有敵意的人 這個再怎麼想都不會通 講到這個議題 我想讓苦林大哥來做回應 我們看他那個金門宣言 他承諾的是郭台銘說 我當選之後 我要在一中各表的基礎之上 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上 跟中國來和平談判 那曹新成董事長 他就覺得不得了 又講到這個程度之後 他就又再寫了一封信 那他都講說郭台銘叫老郭 他第二封信 他說你的想法不可能為兩岸帶來和平 反而會給臺灣帶來災難 主要是什麼呢 共機老台什麼 這都是因為民進黨的挑釁嗎 他跟他講說不是 來請教一下 一九四九年有民進黨嗎 沒有 那中共卻是發動了金門登陸戰 一九五八年有民進黨嗎 也沒有中共發動了金門炮戰 這些蠢動都是因為後來被國軍給擊敗之後 就停下來了 那最近共機為什麼共建這些在老台 所以其實是要試探美軍的虛實 還有要恐嚇臺灣人跟民進黨這個言行 其實完全沒關係的 那如果你硬要講一個弄一個 怎麼跟中共談判的話 說會對臺灣會帶來一個大災難 你會怎麼看 其實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這種事情 你不能自己表 你不能自己說林志玲就是我的女朋友 鬼都不會相信 所以我們看大陸的人民政協報 他非常清楚地寫 正本清源九二共識只有一中 沒有各表 而且他裡面講說 無論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還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都體現國民黨內一些人 還在和大陸爭奪代表中國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早在新中國成立後 新政協的召開就已經結束了 換句話說 沒有這回事 所以你就不要騙人了 你就不要騙人在那邊說什麼各表了 那你因為郭台銘要營造 就是說我要去跟中國和談 所以就不會有戰爭 但是你要和談的話 也不能選在金門 麻煩你有一點腦筋 麻煩你選在新加坡 因為如果你在金門和談 你就是國共和談 你就是一個國內的和談 你們既然都是一個中國 那你國內的話 你國內的事情 國內起的糾紛 中國共內戰 全世界怎麼管你 民主國家再怎麼支持我們 那那你家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國際化 就算你要談 你也要國際化 你也要找別的國家來見證 甚至聯合國來見證 然後或許你在新加坡在什麼地方 就是第三國 然後你這個和約 你這個和談是可能得到國際上的背書 或者保證的 即使如此也未必就能夠實現 因為烏克蘭也在明斯克協議的時候 放棄核子武器 大家答應保護他 結果呢 對 所以 所以這樣的一種心態 我覺得這樣子去利用人民的這種 害怕戰爭 反對戰爭的心理 可是你去戳一個完全不切實際的 說什麼到金門去和談 我跟你講你這不算進步了 大家都忘了朱立倫當年選總統的時候 他的主張是什麼 他要邀請習近平到金門來跟他和談 對啊 人家比你更激進 人家直接找習近平來 所以這個country 無趣都不要說 但是我覺得 大家也不用擔心 中共阿共打過來 我發現阿共最近的趨勢 好像不是要打台灣 比較想要打俄國 因為 因為要反串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 因為阿共一直講 台灣是中國固有領土 但是除了台灣 台灣是中國固有領土之外 愛魂條約的時候 我的滿清祖先割讓 烏出里江以東四十萬平方公里 黑龍江以北六十萬公里 總共一百萬平方公里 這才是固有領土 比台灣更大 滿清祖先割讓的江澤民追認的 你要不要要回來 有意思要要回來 因為中國最近說 他們的地圖上面 本來這些地名是用俄國的地名 譬如說海森威是寫 弗拉迪沃斯托克 要改回海森威 就要把這些地方的名字 先改回中國的名字 這是第一步 然後我們再慢慢給他拿回來 習近平我鼓勵你 你這樣幹我就說你是好漢